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磅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提前大选的消息震撼市场 导致欧元对美元一度跌至于一个月低位 引发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接着,我们看到欧洲主要股市纷纷收市下跌 尤其是法国CAC指数跌于1% 创下于三个月来的新低 政治不确定性显然对市场情绪造成了重大影响 最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的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 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升级中霸经济走廊项目 尽管仍面临一些经济合作上的挑战 但这次访问,无疑为两国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后 欧元对美元急跌 一度跌至1.0733美元的于一个月低位 在纽约韦市 欧元跌于0.3% 较早时报1.0762美元 与此同时 美元指数一度升至105.39的近一个月高位 在韦市升近0.1% 报105.13 美元对日元 在韦市也有所上升 涨0.2% 较早时报157.04日元 显然,法国的政治动荡对外汇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 投资者纷纷转向更为稳健的美元资产 香港电台进一步报道 欧洲主要股市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后 普遍收市下跌 法国股市尤其受到重创 法国CAC指数收市报7893点 跌107点 跌幅1.35% 创下于三个月低位 马克龙所属政党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 加剧了政治不确定性 拖累了股市表现 德国DEX指数 收市报18494点 跌62点 跌幅0.34% 英国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8228点 跌16点 跌幅0.2% 欧洲股市整体呈现疲软态势 反映出市场 对政治风险的高度敏感 美国之音中文网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谢里夫的五天访华之行 在官员们的赞誉声中结束 但观察人士指出 尽管两国展示了友好关系 巴基斯坦的不良政策人士 经济合作改善的主要障碍 谢里夫在访问期间 寻求更多的海外投资和出口机会 以应对经济危机 巴基斯坦新闻部长 阿塔乌拉塔拉尔称 这次访问极其成功 并表示其成果将汇集巴基斯坦人民 谢里夫在北京 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会谈 并访问了深圳和西安 以建立商业关系 观察中国在农业 科技和商业促进方面的进步 双方承诺加强中霸经济走廊的建设 但批评人士警告 巴基斯坦可能忽视了过去十年的叫醒 导致债务危机加剧 明报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 期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访问 认为这次访问将为两国 在合作领域的交流 提供宝贵机会 并有助于扭中贸易的持续增长 拉克森表示 在全球前景充满挑战的背景下 与中国保持接触 并分享关键议题 对新西兰至关重要 李强的访问 被视为新西兰政府 立拼在十年内 让出口额倍增的支柱 拉克森在接待李强后 将启程访问日本 这是中国总理七年来 首次访问新西兰 此前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 也透露李强将在六月访问马来西亚 美国之音中文网 全球多地纪念 反送中运动五周年 香港的荣光依然不褪色 在伦敦 大约两百名侍卫者 在香港经贸办外集会 纪念反送中运动五周年 并举出取消香港经贸办的标语 同一天 台湾的港人团体 与台湾社运组织 联合举办了 香港自由六月纪念游行 活动参加者高唱 愿荣光归香港 此外 在美国亚裔传统文化乐器间 影片光明 在个大影院上映 影片主人公原型 世界顶级眼科医生 王明旭被誉为 华人之光 王明旭则表示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 为华人发声 土豪日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近日在俄罗斯 夏诺夫哥罗德 分别会见了巴西外长 维埃拉和 埃塞俄比亚 外长塔耶 王毅 在会见维埃拉时强调 中巴关系 应把握战略性 增强互利性 彰显全面性 努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 王毅希望系统 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维埃拉 对中方在推动 金砖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 表示赞赏 并支持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的重大倡议 随后 王毅与埃塞俄比亚外长 塔耶会晤 双方表示 要深化全天候友谊 扩大个领域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 取得更多成果 塔耶指出 埃塞对中国 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 愿学习中国发展经验 并推动中非合作 取得更大发展 明报 正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 出席进砖国家外长会晤的 中国外长王毅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举行了场边会谈 王毅表示 中俄关系的合作 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第三方干扰 将尽一切努力 扩大金砖国家框架内的合作 拉夫罗夫 对中国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他采取的平衡和一致立场 表示感谢 并感谢中国政府 决定不派代表 赴瑞士参加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 拉夫罗夫强调 与俄罗斯志同道合的国家圈子 正在不断扩大 显示初衷 而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 紧密合作和共同立场 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中 王毅批评个别大国 重拾冷战思维 拼凑地缘政治小圈子 公然抵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侵蚀多边机制权威性 他指出 过去一年 金砖合作有亮度 有速度 有力度 以阔源开启 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新纪元 吸引力持续增强 王毅强调 历史证明冷战思维 集团对抗 外部干涉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会制造更大的危机 他还表示 要坚定推动加萨 实现全面 可持续停火 支持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此外 王毅认为 乌克兰危机 仍在延宕 支持召开 无双方认可的真正和会 推动国际社会 汇聚和平共识 反对煽动新冷战 东方日报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 会见了伊朗代外长巴盖里 王毅表示 中医关系处在 成前起后的关键阶段 中方院同一方一道 以战略眼光看待中医关系 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 全面深化在地区 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王毅对伊朗总统莱西 外长阿卜杜拉西洋 在直升机事故中 不幸遇难表示哀悼 并强调中方将继续支持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改善进程 巴盖里表示 伊朗致力于 加强同中国的战略关系 密切各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取得新进展 当前国际形势下 发展好一种关系 不仅造福两国人民 也有利于地区 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有利于构建 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利 乔报报道 纽约州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 旨在让待产 分娩合产后的母亲 更容易获得助产师 和医生的服务 州长霍楚签署了一项命令 允许医疗补助 Medicaid覆盖助产师服务 立即生效 助产师不仅提供 非医疗支持 如参加医生预约 提供指导和情感支持 还在分娩期间 和分娩后提供帮助 使分娩过程更顺利和安全 服务费用 从1000美元到2500美元不等 纽约州卫生厅厅长 麦克唐纳德博士指出 助产师服务改善了分娩结果 并为家庭提供情感支持 尤其是在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 造成的健康差距方面 州长霍楚 还签署了另一项命令 使纽约州 成为第一个为母亲 提供20小时代薪产前 护理假期的州 并宣布了800万美元用于在 布朗斯的莫里斯高地健康中心 建立一个产妇保健中心 一个感人的故事 显示了助产师服务的重要性 一名30岁的妇女 在助产师的及时干预下 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最终挽救了她的生命 倡导者们还在创建一个目录 帮助准妈妈和助产师配对 希望这些服务 将改善长期存在的健康差距 特别是针对非裔妇女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